见到第一仙 第3308章 道祖压境 元界第三重天 征明山附近 从天穷府看 以征明山为中心的四面八方 皆有宛如潮水般的修道者身影 正在朝征明山赶来 密密麻麻 浩浩荡荡 一切 皆因为苏毅再次显现踪迹 登上了征明山之巅 很快 征明山就被围堵了一个水泄不通 你们看 山巅争鸣之台被混沌物碍笼罩 这意味着苏毅已经进入争鸣战场 再进行试炼 你确定他没有离开 绝对没有 则 这姓苏的命官 胆子可真够大的 他就真的一点也不怕 这家伙简直就像个疯子 没人知道他心中如何想的 无数议论声在响起 不少人更是展开行动 朝山巅行去 但 大多数人都选择等候在征明山外远远观望 随着时间推移 赶来征明山的修道者身影 也是越来越多 漫山遍野 无比壮观 无关人等 立刻退出征明山三千丈外 猛的 一道惊雷般的抱贺 轰然响彻在天地山河之间压盖住全场所有的声音 人们下意识抬头 就见一个浑身笼罩在青色神宴中的恐怖身影 破空而至 傲立天穷之下 这 赫然是一位道祖 不少人一眼认出 这位道祖法号画湖乃是天遣神族太号式的一位供奉 一位道祖横空驾铃 他的命令 谁敢不听 顿时 征明山附近的修道者像潮水般纷纷退避 一直退到了三千丈之外 而在极远处天穷下 一群气息恐怖的身影 则挪移长空来到了这位于征明山最近的地方 当看到这些身影时 场中顿时掀起大轰动 无数哗然声随之响起 太号式 少号式 山岳神族 专鱼式 除了玄黄神族 五大天遣神族都已派遣道祖前来 好大的阵容 这支队伍仅仅只十余人而已 可每一个皆是道祖 并且还不是寻常的道祖 那为首的庶人是从四大天遣神族中走出 这样的阵容 任谁能不震撼 老天 多久不曾见过道祖驾铃元界了 不曾想 今日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 在场大多数修道者 此生都不见得见过几次道祖 在他们心中 道祖亦如神龙剑 守不见尾 可现在 却足有十余位道祖连妹驾铃 以至于不知多少人瞠目结舌 头皮发麻 这命官的分量可真够大的 因为他一人就掀起天下风云 而现在 因为他出现在争铭之台上 更引来多位道祖亲灵 分量再大 也注定必死 我直至现在都想不通 他为何会这么作死 竟还敢去争铭之台上进行试炼 不知道自己已是众矢之地了吗 场中轰动时 那些道祖都已在虚空中立足 一个个脚下 运生大道祥云 将他们拖在虚空中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诸位可曾想出 那迅速的命官 为何敢于自曝身份 大摇大摆地前来争铭之台试炼 道祖太后玄镇开口 他一袭语衣 眉心烙印目字印记 身影瘦高 大袖翩翩 渊庭跃志 极为出众 他是此次行动的首脑 原因很简单 元界当归城 一直有五大天谴神族轮流驻守 而这些年里 一直是太后式的力量驻守在元界 故而 太后玄镇也成为此次对付苏毅的主持者 统领全局 苏毅此举 无异于自寻死路 的确太过令人费解 一个紫袍金带 身影健硕 虚发如己的威猛男子 皱眉开口 山不归 山岳神族的一位道祖 或许 他根本不忌惮法体被毁 毕竟他是命官 掌握着能够修补性命本源的秘书 哪怕只剩一缕性命气息 都有机会众活回来 一个宛若少女般的工装女子 不疾不虚开口 他云并雾环 荣似少女般美丽 风姿极为卓绝 乃是来自少号式的一位道祖 名幻少号雾影 不见得 另一个肤色白皙 长发凌乱 身着陈旧蓝袍的男子摇了摇头 他望着争鸣山之巅 沉吟道 这苏义和以往的命官皆不一样 除了拥有命官身份 他还是见地成那位大老爷的转世之身 他竟然敢这么做 必然有所依仗 此话一出 不少道祖皆眯了眯眼眸 另外 你们可别认为 他只是孤零零一人 蓝袍男子继续道 既然我们能得知他在原界的消息 见地成那些余孽 必然也能获悉 说不准那些剑修都已潜入原界之中 或许 这一切才是苏义敢于无所忌惮的原因所在 蓝袍男子名叫专于拓 来自专于市 眉心有着一个形似水文的图腾印记 极为醒目 不少道祖皆点了点头 认可这个分析 争鸣山上的周虚规则很古怪 禁止一切杀法 眼下 我们也只能等候在此地 等目标出现 太后玄镇沉深开口 趁此机会 我倒是想看一看 以命官如今的修为 究竟能够在争鸣战场 获得怎样的战绩 山不归陈寅道 由此也能推断出 他自身的实力 究竟到了何等地步 其他道祖皆心中一动 的确 在争鸣之台的试炼中 一切都将无法掩盖 所有的实力 都将真实地呈现出来 在场这些道祖中 除了太后玄镇 山不归 少号雾影 专于拓 四个来自天谴神族的道祖之外 还有来自三清关的松石 盘武士的道祖盘武清 儒家书院的一位道祖墨渝 之前被苏毅击杀法身的卢桑 刘武天 博云军三人 就分别来自这三个彼岸 始祖级势力中 而现在 这三大始祖级势力 都派遣了道祖前来 和四大天谴神族的道祖 一起行动 其中 松石曾参与九曲天路的一战 对苏毅的手段 印象最为深刻 他一直未曾说过 只看着远处的争鸣山 心中则在想另一件事 在命河起源 执掌命书和正合酒杯的命官 恰似龙归大海 占尽天时地利 当初在九曲天路的一战中 松石便深有体会 不过 这里是元件 一个诞生于混沌纪元 最初时的特殊之地 身为命官的苏毅 注定做不到这一步 因为据松石所知 上一任命官削减 就无法在元界 借用周虚规则 可惜 眼下的苏毅 只是一道法身 而不是本尊 松石心中有些遗憾 不过 只要能夺得其一缕性命本源 自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其本尊藏身之地 争鸣战场 一个奇异的时空秘境 这里混沌雾矮缭绕 漂浮着九颗 如若星辰般的战斗印记 当苏毅的身影凭空出现 其中一个战斗印记 骤然发出轰鸣声 旋即 这道战斗印记 爆战神灰 化作一道身影 一步之间 就略出混沌物矮 出现在苏毅不远处 这是一个一身战袍的银发男子 眉心有着一道 形似金字的天然道文 当苏毅目光看过去时 这争鸣战场中 随之响起一道声音 绍号藤骄 道真静大原满修为 自元界诞生至今 此人为道真静至强 九人之一 位列第九 苏毅挑了挑眉 绍号藤骄 这不就是绍号式的一位 道祖静太上长老 据说此人战立之强 处于世间道祖最巅峰处 亦如神话 不过 苏毅都没想到 此人当初在道真静时 竟能列入九位至强者之一的地位中 旋即 苏毅察觉到不对劲 据他所知 但凡前来争鸣之台试炼的强者 在最开始的试炼中 断不会遇到 同静至强之辈 直至第三场开始 才会遇到 同静至强者所留的印记 可他才刚出现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绍号藤骄这等对手 的确太出人意料 不过 苏毅倒也不在意 对他而言 对手越强越好 若都是一些不堪一击之辈 还和谈什么试炼 心念转动间 绍号藤骄 已骤然间出手 他一步踏出 周身映现出滔天的金色霞光 一股锋利无双的灵力沙发器 随之席卷而开 哄 他身影前冲 随手之间 便有一抹无匹霸道的金色霞光 从天展落 简单到极致 也灵力到极致 一切呈现出一种极静的神韵 仅仅是那等威能 已经不弱于一些原始静道主 话而言之 在绍号藤骄最巅峰时 能够横跨一径 对战原始静道主 苏毅毅力原地没动 任凭这一刀斩在身上 碰 金色刀器迸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可却未曾劈开苏毅的身影 反倒被震得四分五裂 苏毅抬手摸了摸眉心之地 那里残留着一道浅浅的血痕 浸出一丝血水 还算不错 比以前见过那些道真竟强多了 这等战力 差不多相当于原始静初期层次的道主了 苏毅按道 哄 绍号藤骄早已再次杀来 他是战斗印记所化 虽然没有神智 但却保留着最巅峰时的战斗之力 随着出手掀起漫天的金色霞光 锋芒凌厉 霸天绝地 可任凭他如何攻击 都无法撼动苏毅身影分毫 那一切的金色霞光 皆在苏毅身前溃散凋零 而当苏毅扬起右手 随意一拍 砰的一声 绍号藤骄的身影 就像纸壶般炸开 完全不堪一击 第三千三百零九章 混沌最初时的命运长河 混沌光与蒸腾 又一个战斗印记掠出 化作一个身影奇长的男子 男子手握长矛 长发潦草 一对眼眸似锋利无匹的刀剑般 令人心悸 专于火 道真静大员满修为 古今至强的九位 道真静至强者之一 位列第八 苏毅想起来 这又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大人物 乃是当今专于市的组长 和之前的绍号藤骄一样 专于火在命和起源中的地位之高 仅次于五位天前者 果然 每一个神话人物 在以前时候就已是同镜中堪称无敌的风流人物 苏毅暗自感慨 哄 大战上演 专于火出手 演化亿万水浪 直似天河绝堤 浩浩荡荡 磅礴无量 上扇若水 浮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雨之争 专于火的大道 就呈现出一种水无常事 无所不至的神韵 相比之前的绍号藤骄 其实并未强大多少 关键就在于 专于火的战斗手段 要更难缠一些 苏毅依旧如上次那般 随手一拍 就把专于火拍碎 化作光雨消散当场 第九和第八之间 相差并不大 皆是此境中的致强者 苏毅轻语 可惜 在我面前 终究不堪一击 很快 第三个战斗印记出现 这次的对手 让苏毅大感意外 是一个极为漂亮 独特的女子 一袭彩衣 面容娇俏 肌肤雪白胜雪 竟然是黄神秀 那个被放逐到回溯天 沦为看门者的黄祖 也不知道 你究竟去了何处 当初在抵达命和起源后 为何非要不辞而别 苏毅一声长叹 想起黄神秀 她便心生说不出的疼惜 那女人骄傲 自负 要强 我行我素 根本不听话 当初在九曲天路上 哪怕自己多次阻止 对方由自不顾一切 为自己拼命 并且还拼了两次 而在把自己护送到命和起源后 性命本源都已遭受到重创的黄神秀 却又不告而别 未曾留下任何线索 这让苏毅生气 都找不到人 哄 黄神秀出手 身影后方浮现出一只 横击九天的神皇虚影 神焰万丈 光彻十方 那般绚烂和耀眼 气势也强横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直四能熔练清明 焚然周虚 苏毅挑眉 到真静的黄神秀 明显曾列入 争名战场九大志强者中的第七名 那等战力 比绍号藤骄 专于火 皆要强一简 可这也是 让苏毅感到奇怪的地方 当初在九曲天路上 早已是道祖的黄神秀 显露出的战力 却谈不上多顶尖和恐怖 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流 相比如今 同样是道祖的绍号藤骄和专于火 黄神秀的威名和地位 也相差了太多 玄机 苏毅就明悟过来 当初黄轩曾谈起 玄黄神族被扁为罪族后 黄神秀作为宗族当时 最耀眼的一位人物 也遭受到迁累 非但被放逐到回溯天 其掌控的焚厥规则 也被封禁剥夺 须知 五大天谴神族 各自掌握一种天谴规则 每一种皆号称 命和起源的主宰之力 焚厥规则 就是其中之一 当失去焚厥规则 黄神秀的战力 自然也遭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以至于到如今 他这样一个曾经验一个时代的耀眼人物 却在盗祖境中黯然失色 轰隆 火焰肆虐 恐怖的毁灭气息 轰击在苏义身上 耀眼的火光 照得他脸庞 忽明忽灭 他看着黄神秀 轻声难难 你们玄黄神族曾失去的 以后我会为你们找回来的 无论你在何处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可惜 眼前的黄神秀 只是一道战斗印记所化 苏义收拢心绪 没有再迟疑 出手将其击溃 哄 光雨纷飞时 这座争明战镜 忽得产生一阵奇异的钟声 连续响彻三次 紧跟着 一片混沌物碍涌现 凝聚为一道黑色石碑 浮现在苏义身前 这是争明道碑 唯有连胜三场之人 才有资格在旗上 留下自己的印记 据说 只要做到这一步 就等于在大道路上 得到了元界的一部分 周需规则的认可 以后在闯荡元界时 会得到特殊的命运眷顾 无论是进行试炼 还是寻觅机缘之地 皆能获得其他人 所得不到的造化和契机 苏义略一琢磨 就抬手朝石碑岸去 他倒要看看 留下印记后 自己又能否得到 这一场命运的眷顾 可不曾想 随着他按在石碑上 石碑雀乎的一颤 四分五裂 苏义 什么情况 自己已连胜三场 击败的皆是 过往岁月中的 同进制强者 在石碑上留下印记 绝对绰绰有余 可怎会发生这种变故 难道说 自己所踏足的大道太过特殊 无法在这石碑上留下印记 苏义想不明白 一头雾水 正字私存 这争名战场 又是一阵轰鸣 第四个战斗印记掠出 化作一道身影 第四场试炼将开始 苏义一阵无语 看来自己果然是 无法得到命运眷顾了 会不会是因为 自己乃是命官 在这元界之中 被区别对待了 苏义私存时 对手已暴杀而来 可惜 依旧不够看 被苏义随意一挥袖 就轰杀成漫天光雨 这样的失恋 既无好处 也无法抵立我一身大道 未免让人失望 苏义暗叹 他原本还很期待 之所以不顾一切 前来进行试炼 无非是想求一败 可现在 他心中那点期待 也消散不少 接下来的时间里 第五 第六个对手陆续出现 一个比一个强大 所展出的战力 已经堪比 原始境中期层次的道主 可在苏义面前 依旧很不堪 他都未曾挪动身影 便轻松获胜 哄 这争鸣战场中 再次响起钟声 犹如从万古以前的混沌中传出 透着苍茫飘渺的气息 苏义抬眼四股 连续获胜六场 就能从这争鸣战场中 获得一桩机缘 据苏义所了解 每个人所获得的机缘都不一样 有的和正道破镜的契机有关 有的是绝世道药 有的是混沌机缘最初时的大道传承 但无一例外 都很稀罕 在外界根本见不到 可苏义等了半赏 也没发现任何机缘降临 不禁正在那 难道说 这鬼地方非但不让自己留名 还不让自己获得机缘 苏义眉头皱起 有些郁闷 这也太区别对待 凭什么命官就不能获得机缘 又是哪个混账这么安排的 既然原界的一切 皆是混沌机缘最初时 在定道之战中落败之人所留 这争名战场 会否也是某个混沌机缘最初时的强大存在所留 那么此地的规则 必然就和此人的安排有关 只是 为何非要拒绝命官获得好处 真当自己是老实人 可以随便欺负 苏义有一点点生气 很快 第七 第八 第九个对手陆续出现 相比而言 这最后三个对手 的确都愈发强大了 每一个皆有旷古绝经之资 通天彻地之能 万千年难得一见 每一个 皆能引领一个时代 独断一方大事 可依旧被苏义轻松击败 值得一提的是 被苏义击败的这九人中 足有七人分别来自五大天谴神族 只有两人不是 一个名叫黎段 到真静大圆满修为 面旁白皙 是一个气质沉宁的刀修 一个名叫尤北海 同样是到真静大圆满修为 肩宽腰窄 长发披散 荣似青年 左侧脸颊 有着一道狭长的残月状印记 其中 尤北海最让苏义侧目 此人 竟是这争名战场中 到真静层次的古今至强者中 名列第一的角色 一个不是来自五大天谴神族的角色 却曾奥立到真静之巅 绝对是一个奇迹 可奇怪的是 苏义却不曾听说过 有北海 这只有一种可能 对方要么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允命 要么就是发生了某种意外 早已从世间消失 不过 不管是离断 还是有北海 在苏义面前 都败了 至此 苏义已经连胜九场 自始至终 甚至都未曾动用权力 这一刻 那熟悉的苍茫终生 再次响起 和之前不同 终生持续响了九次 而在终生回荡时 这争名战场的景象 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混沌物矮翻涌 显化出一方混沌般的天地 不可思议的是 苏义看到了一条命运长河 和他印象中的不一样 这一条命运长河贯通在混沌中 不知其始 不知其中 一下子 苏义心中震动 命运长河的起源 就位于命和起源四大天狱中 而他现在看到的 就像是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命运长河 还未曾从命和起源中流淌到混沌之外 难道说 自己眼前所见的 实则是混沌纪元最初时的景象 还不等苏义多想 那混沌中的命运长河上 呼得掀起一朵浪花 浪花翻涌 一道伟岸身影随之出现 踩着浪涛 大步朝苏义这边走来 第3310章 古仙人 争名山外 人山人海 一眼望去 黑压压的 到处是人头 仿佛分布在整个元界九中天的修道者 都已汇聚在这里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还有越来越多的修道者赶来 命和起源太大 四大天狱各自浩瀚无垠 能花得起一枚混元钱 来到元界的虽然只是极少数 可当汇聚起来时 树木依旧很庞大 当然 这是相对而言 当苏义连胜三场时 争名山之巅的争名之台上 也是随之想起了一道钟声 钟声苍茫飘渺 回荡天地间 让十方之地的 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顿时 场中产生轰动 那信苏的命官 竟然已在同径之争中 连胜三场 很意外吗 一点都不 他若做不到这一步 才真的让人意外 也对 他可是被五大天谴神族 是座必杀目标的命官啊 议论声不断响起 人们都谈不上多震撼 反倒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毕竟 正在进行试炼的 是天下唯一一个命官 位于 争名山最前方的区域中 一众道组神色平静 同样不意外 前三场 赢了不算什么 从第四场开始 便将和同径制强者对战 这才能测验出 苏义在道真径层次 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太号玄镇淡淡开口 他一袭雨衣 冤庭越智 所做出的推断 让不少道组皆暗自点头 只是连他们这些道组也不清楚 实则苏义从第一场试炼开始 就以再和同径制强者对决 若由我来推测 这苏义必然能连胜六场 山不归沉印道 至于能否连胜九场 有希望 但并不多 不少人侧目 感到惊讶 都没想到 山不归境如此高估苏义 何以见得 少后物影美眸流转 命观的手段 我们众所皆知 若在外界 绝对占尽天时地利 可以借用周虚力量 和我们这些道组对抗 可这里是原界 如今的他 也不过是一具法体 且无法动用周虚规则 以他自身真正的修为 要想连胜六场 怕都没多少希望 更别提连胜九场 这番话 同样引来不少认可 命观真正令人忌惮的 从不在于其自身的实力 而在于其掌握的命书 和正合酒杯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一时间 各位道祖彼此争论 谁也说服不了谁 松石道友来自三清官 应当远比我们更了解苏彼 不知你如何看待此事 冷不丁地 专于拓目光 看向一只不曾说话的松石 顿时 所有人也都将目光 看向松石 松石略意斟酌 道 实话不好听 可既然诸位问了 平道就斗胆一言 说着 他目光望向远处争明山 以苏彼的手段 要想连胜六场 如饮茶喝酒般轻松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众人一正 还不等说什么 争明山之巅 便再有一道终生响彻 回荡天地山河之间 场中轰动 一众道祖沉默 皆正在哪 事实已证明了松石的话 也已无需再争辩和质疑 那终生响起时 已代表苏彼连胜六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 从第一道终生响起 再到这第二道终生响起 前后仅仅不过 虚于时间而已 太快了 在场道祖都能想到 苏彼在对战时 赢得很从容 否则断不可能 在如此短时间内 又连胜三场 场中那传出的哗然声 也无不因此而震惊 松石道友 那以你之见 苏彼能否连赢九场 专于拓 吻了吻心神 再问道 松石犹豫了一下 道 诸位想听实话 专于拓忍不住笑道 尽管说便可 对于命观 我们断不会 有任何偏见和轻视 松石叹道 哪怕我不愿承认 可却不得不说 对苏彼而言 连胜九场 同样没有任何悬念 若他做不到 才有问题 一众道祖顿时愣住 面面相去 他们预估过 松石会把苏彼看得很高 却没想到 他竟还能用毫无悬念 来形容苏彼 连胜九场的希望 命观真有你说的那般厉害 太号悬振皱眉 松石神色复杂道 相比诸位 我并不了解 命观究竟有多少 不可思议的手段 可我却比诸位更清楚 身为建帝城大老爷 转世之身的苏彼 自身实力是何等强大 他仔细斟酌了半赏 这才继续道 苏彼不能以常理衡量 不能以境界论高低 更不能与他人对比 他就是个不可理喻的艺术 这番话 每一句都经过 慎重认真的思量 故而当说出来时 在场道祖 皆不经动容 最有感触的 莫过于儒家书院的 道祖墨于 盘武士 道祖盘武清 因为 他们都来自命运彼岸 都了解建帝城 那位大老爷的恐怖 太号玄镇等人 皱眉沉思 没有反驳 他们都清楚 三清官和苏役之间是死敌 作为敌人 松石却能开诚不公的分析 和承认苏役的可怕 这本身就有一种 让人无法反驳的力量 看来 这位姓苏的命官 和以往 我们所认识的命官不一样啊 山不归清语 以往的命官 可没有建帝城大老爷转世之身 这一层底蕴 而在声音回荡时 那争鸣山上 再有钟声响起 并且持续响起足足九次 随着钟声回荡天地间 场中气氛呼得变得沉闷下去 鸦雀无声 所有人睁大眼睛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连胜九场 那苏役 竟然视如破竹般 在极短时间内 就缔造出了一个 足以流明万古 侵蚀的试炼记录 这都已多少年 不曾有人做到过了 太过久远 哪怕是在场那些道祖 都已想不起来 而现在 这样的奇迹重现 就那般出现在眼前 还真被松石道友说中了 绍号物影美眸睁大 眉梢间也难掩金色 场中在轰动 在沸腾 打破了寂静 哗然声 此起彼伏的响起 而这些道祖的神色 一个个都变得很复杂 这个事实 让人很难接受 也很添堵 可却又无法否认 这一次 不管如何 一定要活情此子法体 太后玄镇 眼神决然 这样的命官 潜在的威胁太大 以后还不知能强大到何等地步 称得上是心腹大患 若不尽早解决 迟早会动用他们五大天谴神族的根基 其他道祖文言 内心皆涌起浓郁的杀鸡 之前还有不少道祖认为 对付一个苏义而已 闹出如此大动静 未免小题大做 可现在 没人再这么认为 松石道友 那你不妨再说说 苏义连胜九场之后 接下来必然要和混沌纪元 最初时的至强者掰手腕 你觉得 他又能撑到何时 专于拓问道 松石这一次却摇了摇头 我不了解混沌纪元 最初时的至强者有多厉害 故而无法推断 众人都沉默了 别说是松石 在场那些天谴神族的道祖 也都不了解 因为根本不曾接触过 唯有山不归道 我族族长曾连胜九场 有幸曾和混沌纪元 最初时的同静至强者交手 一下子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古今岁月中 真正在争鸣战场 连胜九场的人 寥寥无几 而山岳神族族长 山无灵 便是其中之一 但 有关他和混沌纪元 最初时的至强者交手的 具体细节 外界根本不知道 眼下 山不归主动提出这个秘密 谁又能不好奇 山不归叹道 我只知道 我族族长在第一场对战时 就奇差异着 输了 一下子 众人动容 心中震战 那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存在 究竟该多恐怖 能够让山无灵 在第一场对决中就输掉 我族族长曾谈起 那些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强者 可称作是古仙人 皆执掌最为原始的起源之道 和我们所踏足的道徒截然不同 山不归说到这 摇了摇头 其他的 我就不清楚了 古仙人 最为原始的起源之道 虽然山不归说的语言不详 可话中的一些字眼 还是让一众道祖浮想连篇 虽说无法得知 苏毅会经历什么 有人轻语 但 接下来 或许就能见证到 混沌战场 一条命运长河 贯通在茫茫混沌中 一道伟岸身影 脚踏一朵命运烂花来 这是一个羽衣博带 大秀翩翩的男子 浑身道光阴晕 神灰冲销 明明是道真静修为 但那一身气息之恐怖 却远不是苏毅之前所遇到的 那九个同径制强者可比 最不可思议的是 在对方身上 苏毅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一下子 苏毅就反应过来 此人身上的气息 和九曲天路上的云中仙 天行仙等恐怖存在一样 根本不用想 对方所求的道徒 也只在混沌纪元最初时才有 应该可以称作是一位古仙人 不过和云中仙 天行仙等人不同 这与一男子的修为境界 和自己相当 心念转动间 与一男子的身影 呼得在远处停顿 抬眼看向苏毅 这怎可能 定道之战落幕 混沌最初时的一切都已消亡 当今之事 怎还会有活着的同道 与一男子吃惊开口 苏毅则更吃惊 这家伙竟拥有神志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